他原本唱完Key 他升Key的位置是剛剛好 其實降Key之後 其實不是他最完美的範圍 所以我很感謝他 你收起來就… 你就… 就算收起來也要有生死的度 有包著的 對,最後一句可否和回 就是那個… 願我今生太多… 只是最後一句 因為是一件事… 讓我今生… 是待你… 對,會比較好 Hugo,你本身有聽過這首歌嗎 還沒出世 我只是聽過那個… 《火昏天和我們》 我是拿回答 《火昏天和我們》 即是不太明白歌詞的意思 他那個人死了 小小粒 小小粒 我寧願代替你們死,就是這樣 再躺在這個梳化裡 當時是有一個梳化 他犧牲自己扮演小小粒 我去做浩南的角色 開始 小小粒死了 不… 火昏天 我們在跳雪 我跟你 對於我們這些父母來說 只要培育下一代好好成長 其實自己受小粒苦 又有什麼問題呢? 或者裝作什麼都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是令他有得著 難道只好痛淚心痛告別你 無法讓我今生 替代你 想贊的一件事是 我覺得你的台風很好 可能你的身形又很高 又很英俊 姐姐又看得很開心 姐姐又看得很開心 我覺得Hugo剛才的情感非常好 你是不是很緊張 所以令你唱歌時 可能有點緊 就令你的表演比較厲害 你會否給綠燈呢 是紅燈的 11盞 因為同分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賽制要有一點改變 先問問李先生,李先生 同分的情況之下如何呢 一直以來都是由評判 給他們燈數 我覺得這個責任 都應該交給今天在座的25位評判 可否再投一次 可以 接下來我們所有的評審 你們將會有一次機會 投給你覺得值得留在 星夢舞台的那位學員 如果你覺得Rock值得留在 我們星夢舞台的話 請按紅燈 如果你覺得Hugo值得留在 我們舞台的請按藍燈 各位評審,請投你神聖的一票 心理是比賽的很重要一環 我明顯是沒有做好的 通過這一次,其實我很清楚 我其實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各位評審已經投票了 究竟他們有甚麼意見 給我們兩位呢 首先我們問一問Eric Kwok 這三、四次的比賽 我確實是對Hugo 特別嚴重的 如果你記得我的評審 不過今天的曼哥 就令我覺得這個小朋友 他還有很大的空間去進步 他的態度 整件事沒有被他堅持 相比之下 Rock我看了三、四次 我也覺得他好像堅持堅持 還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這次決定會給更多的能力 走下去 即是你給的燈是藍燈 恭喜Hugo 舒文 其實我的理想和Eric的理想 是完全一樣的 但這個世界就是理想一樣 但它的批評是怎樣去演列 我完全知道A Rock有很多東西卡住 但我卻很想知道 如果他完全弄好這些東西是怎樣 Hugo,不要介意我這麼說 在這件事上是很殘忍的 但在我的世界上 我的想像 Hugo進步了這麼多 他拔走這些問題 加了這些能力 Rock拔了這些問題 加了這些能力 是怎樣的 我想看誰呢 我暫時還是想看Rock的想法 舒文,這盞燈是 紅燈,恭喜Rock Hugo,直接說 唱歌技巧水平有待改善 Rock,心理上的問題 究竟我們各位評審 想誰繼續留在我們星夢的舞台 我們一起看看 紅燈是屬於Rock,藍燈是屬於Hugo Hugo,一分之差 Pho,有甚麼話要跟Hugo說 Hugo真的可以… 除了在舞台上 我覺得他只要保持這種態度 做人的態度 或追求進步的那種態度 繼續延續下去 各方面 我相信他會有一番成就 你要保持這種態度 對 Hugo,在離開之前 有甚麼想跟大家說 我是一個… 很不懂得表達 以及很不了解自己的… 是個人 不過我想感謝我遇到的所有人 不僅是導師、李山 各位評審 我很感謝我爸爸、媽媽 以及各位 可以多給予這個機會 真正去發揮我自己 謝謝各位 再次給點掌聲 Hugo離開我們的星夢舞台 Hugo是另一個 離開了我們這個舞台之後 我會覺得是很肉痛的學員 其實他的外形 以及其他各方面 都很好條件、很優勢 很有能力 他多吸引 他一走出來 或者他的架子 或者他拍照也好 他有一種挺神秘 挺深不可測的一個氣場 還有他的態度正確 才令身邊的人會想幫他 我走到這一步 我賺了 我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我真的了解到… 我好像不夠了解自己 不僅僅是聲音、做人 有很多東西 所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很開心,沒為由 無法讓我今生,替代你… 也有很多事 我愛你 不僅僅是聲音的 我愛你 你 我愛你 我也愛你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我對や